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鸿海卡位MicroLED聚集明年高成长期 推动绿色金融金管会多入齐发 国泰航空与西班牙国家航空 签订代码共享协议 科技五虎将打入车市 为新吃双逼广达强制电动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早盘再度冲上万点 15月以来第七度占上万点 主要由鸿海领居鸿家军 全职股冲锋盘中加全指数最高 攻到1038.2点 不过分析师还是提醒 520后台股即将进入端午长假 偏多操作过程中 后续任需提防长假效应卖压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细菌员工需持续吃紧 尤其旺季将到来的第三季缺口会更大 价格将在上涨 目前环球镜台胜客和从越等供应商 产能都被主要客户包下 新客户有钱也买不到货 与其各家工艺上今年营运表现将逐迹走高可期 在美元走弱之际 虚拟货币比特币较强劲需求 涨势锐不可益 周一盘中最多飙涨200美元获益11% 7年涨72万倍 来到历史新高的2289.2亿美元 福特汽车20号宣布人事大改组并测换执行长 给油员负责发展自驾车与汽车共乘服务的海客特接任 日商地产龙头正前铺后继登台 继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 汇军台湾奥雷莫和饭店市场之后 日本地产龙头三菱地所也正式插起台湾 三菱地所22号宣布 在台北成立台湾代表人办事处 并正式展开五大开发案 新唐人也在电视整理报导 前进数位新南海2017Computex即将登场 更多讯息马上回来 安全舒适省钱又环保 闪腾热泵热水器 业界唯一连续经过两年零下31.6度C酷寒考验 纯顶级CO2热泵热水器 无需电热棒加热为您省最多的钱 拥有全亚洲最具经验的CO2系统设计安装 及专业客制化服务团队 商业应用广泛节能最高可达75% 扇腾热泵热水器是您企业cost down的最佳利器 环保处理设备的领航者 Puzzle 百事乐 台湾研发 生产制造 融合多国专利真空干燥压力机 脱水 真空 干燥三机一体 含水率一次有99% 降至15%以下 减少气韵体积 无二次公害 一次搞定绝不拖泥带水 就找Puzzle 百事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全球资通讯产业年度盛会 2017台北国际电脑展 即将在5月30号正式展出 今天举办展前记者会 涵盖物联网 电竞娱乐 人工智慧等五大重要趋势 有什么亮点产业劲爆 带您先读微快 回答台北天气 甚至要唱首歌也没问题 国内业者开发语音助理 导入Alexa解决方案 锁定软音整合 用语音可以控制家中大小事 台北国际电脑展 成了厂商汇聚最新科技的亮点舞台 我们这里面的话 有结合光学的资讯 然后把一些光谱资讯 把它写在里面 在这个当下 及时的可以知道说 农药的残留的量是多个少 工研院研发 随手型智慧蔬果农药检测器 用特殊光谱 几秒之内就能知道 清洗的蔬菜水果 农药残留是否超飘 一举获得今年Computex 最佳产品奖 半导体公司NVIDIA 也展示多项与人工智慧相关应用 一连拿下三项大奖 看好产业发展前进 开发者的话 可以根据我们的系统 去做成他们的深度学习的一个model 那我们相信说 从AI的部分的话 会是这几年接下来的趋势 2017台北国际电脑大展 即将正式登场 展前记者会同步发表 BC Award奖项 共计35件得奖产品 今年五大主题亮点 围绕新创物联网 电竞AR VR商品 商业解决方案 以及人工智慧 象征今年前进 数位经济新南海 几乎每十年就会有一个新的亮点 那我们也发现说 Computest的厂商 以前展的都是比较硬体 现在要变成软硬整合 今年又发现更进阶了 产品不仅智慧 它还有分辨的能力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共计1600家厂商 共计超过5000个展位 并将有来自23个国家 272对新创团队 构同与会参与展览 新打电视卢健康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戴姆勒汽车打造电池生产基地 PV特斯拉 金融时报 高通发债投资110亿 却以百四百亿热钱 美国高收益公司债 成全球热门投资标定 华尔街日报 被止血引入推审 国台航空将针对管理阶层员工 经减25%人力 日本经济新闻 比特币诞生发年用途不断扩大 国内超过30万家店铺可使用 尽量技术国际认证 台湾浓缩中药传逼全球 产业季报带您看到 台湾中药产业的竞争力 我们马上回来 砍入式罗帽 专业制造厂 生产高品质 高效率产品 荣获福特Q1认证 是全球汽车 家电家具业合作首选 创新技术 多种规格 技术支援 be your best hunter 人物质 责任 责任 你责任 我责任 我责任 你责任 我责任 我责任 欢迎回来 台湾的浓缩中药技术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连浓缩中药发源地日本的医师 也都称赞台湾浓缩中药拥有精良的品质控管 但您看到台湾的中药产业竞争力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我是浓缩了 不会自己熬住 我没有时间 大概都是能够有现成的最快 现成的最快 现代人由于忙碌 为了节省时间 吃中药大多舍弃监主 选择浓缩中药也就是科学中药 一般民众如果自己亲自去抓药去使用的话 会比较危险 因为中药多有一些毒性的 我举例来讲 就是那个穿污 穿污都是有污头碱 这是有极具毒性的东西 穿污污头碱这个东西 同时又是那种我们的成分的药效 那我们怎么样去降低这个药效 所以我要经过炮制 中药 原名肾药 历史上有神龙长白草 一日欲七十毒的传说 传统中药必须兼煮 或是将肾药材磨成粉 制成高丸单散的药剂 有别于传统中药 农缩中药主要经由药厂利用专业设备 即较稳定的流程制作 来萃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 进一步做成浓缩散 浓缩定等中药产品 结合西医特点 方便患者使用 一般我们去买煎剂 有那个风险性 它跟我们有炮制过的 然后把它制成浓缩制剂的话 把一些中药的有效性 军医性还有那个安全性顾及 所以是一般在一般市面上前进所不及的 台湾因为品管指检的要求 比各国家地区要严格很多 所以应该是目前全世界里面 浓缩自己的品质是最好的 台湾浓缩中药制作过程严谨 在全球占有一己之地 许多亚洲欧美国家进度使用 目前台湾有97家支援批中药厂 其中近70年历史的中草药制剂厂 与选古法 以现代化设备进行竞选中药台 与各种豪制加工 中药产品精良 也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与喜爱 在台湾不是只有标准定的严格 而是整体性的量都这样要求 比如说它要求不能出现耗氧性的微生物 不能超过16脂肪 不能有サモレラ 就是一般的沙门氏菌 不能出现Ecoli 就是一般的大肠杆菌 这些东西应该在全世界各国家地区 没有规范这么严格的 浓缩中药技术 与时最近遵循古法制作 像是炮制中药降低毒性 和中药材存放的温度控管等 虽然浓缩中药 最早由日本开创使用 不过目前台湾浓缩中药的发展与品质 深受日本中医师存在 自药是良心事业 不可能说把一些药 把它弄成不是正当的药去做成 中药医学的演技 从传统的抓药 金主 发展成现金的浓缩中药 台湾区药业者不断精进提升 让MIP尽量进步的制药技术 被国际证件传递寻寻 带您看到明天5月24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央航公部货币供给额 台湾高铁股东会 达美航空停飞 Tesla概念股贸联KY法说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